台湾牌又成為川普要去運作的 重要的牌嘛 所以中美之間 經過了現在這段時間的緩和期 接著到了川普上來之後 一定再起波蘭 這樣有個講法就是說 這個賴清德還是會有一段時間 平靜的蜜月起啦 認為說因為中美會共同管控他 中國大陸看到這一次呢 賴清德得票率只有四成 所以也可以下台階 沒有直接要攤牌的迫切感 那麼美國呢 因為也不喜歡賴清德太暴衝嘛 拜登說不支持台獨 所以台海危機目前暫時就解除了 老師認同這樣一個講法嗎 我不認同 我認為他也的危機還在 因為賴清德是個土人 很多人可能有理性的角度 去看賴清德 賴清德是一個沒有國際視野的土人 也就是說賴清德基本上 賴清德遇到他可以碾壓的 可以蹂躏的 他絕不放棄 遇到他心裡怕的賴清德一定懂 你可以想想看 秉中回憶一下 賴清德對賴皮疗的事情 你不覺得他一直在散嗎 對 而且他對於他的小三跟私生子的問題 你不覺得他一直在散嗎 你想想看 連那個私生子的身份證字號都出來了 連他的私生子的養父母的身份證字號都出來了 賴清德是不是執政者 執政的找找內政部副證師 馬上可以查出來 那個身份證字號是對的還錯的 所以如果他沒有 早就叫內政部長林又昌出來開記者會 一棒打死我 但是你發現都沒有 代表什麼 代表賴清德知道啊 這個事不能談下去啊 談下去對他不利啊 賴清德就是一個這樣的一個人 他遇到他的弱點 他會躲 他會散 可是當他自己掌握了優勢的時候 他絕對是採取強烈的碾壓的動作 這就是賴清德的本性 所以他比蔡英文更加危險 他會搞不清紅線在哪裡 他會一下得意忘形 他真的不知道 一句話談到了要點 就是說蔡英文是有國際視野的人 他知道紅線在什麼地方 他會小心讓自己不要逾越 然後在紅線的旁邊磨來磨去 對不對 但是賴清德根本搞不清楚紅線在哪 所以賴清德是非常危險的 而且賴清德的意識形態裡面 他標準就是個台獨者 他認為台獨是應該的 而且他們的認定是什麼 你知道更可笑的 你知道這幾天 民進黨很多人私底下怎麼說 他們說反正我們贏了大選 大陸一定會接受現實嘛 因為大陸若不跟現在執政的民進黨談 還要跟誰談 他們還有這個幻想你知道嗎 嗯 他們認為大陸一定會接受 民進黨繼續連任 繼續執政的現實 所以會接受民進黨所提出來的 和平台獨 到現在還有這個幻想 所以你認為賴清德 那個彩虹線的可能大不大 我認為很大 嗯 那他會有很多誤判的可能 對了 對了 那但是像剛剛老師提到這個 那個蘇啟不是說 大陸既有談也可能五嗎 那現在我看大陸好像是有兩派嗎 或者說大家有不同的猜測 那有人認為說是中美現在緩和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認為說賴清德只有四成 因此形勢還是不錯 保持戰略定力 繼續和平交流 不需要動到說真的五五的那一步 那另外一個講法是說 可是美國馬上11月要總統大選 那包括川普會不會回來 如果川普現在看起來會是共和黨的候選人 那他是不是主張說俄烏衝衝突要站告一段落了 不要去管烏克蘭了 回頭要對付中國了 而且我們看拜登雖然講不支持台獨 可是去年開始他也對台灣做了很多軍事部署 包括無償軍援 所以未來美台會不會實際上嘴巴說不台獨 但是會越來越走向比如說共同軍演 各種擦邊球 那到底大陸是和還是五呢 老師怎麼看 我這樣說了 我們來看蘇啟的說法 再看蘇啟這個文章出來以前 馬英九的說法 馬英九跟蘇啟其實對於兩岸形勢 對於國際形勢 應該是鑽研比較深的人 而且馬英九跟蘇啟一個做總統 一個做過國安會的秘書長 對台灣有多少的金糧 他一定非常清楚 馬英九就一直強調一件事 也是蘇啟一貫的論調 他認為台灣一旦有事 美國不會幫忙的 因為美國既沒有能力幫忙 也沒有意願幫忙 所以一旦發生的事 馬英九堅信首戰集中戰 對他公開講過 對也就是說如果大陸採取了軍事行動 恐怕統一很快就完成 美國管都不會管 美國現在對台灣的軍事合作 以及所談的資源 其實都是把台灣當成 美國維持霸權 與中國大陸進行談判的棋子跟籌碼而已 美國不會真正的幫台灣打這場仗 甚至美國對台灣 很可能比美國對烏克蘭 因為美國畏懼中國大陸程度 要大於他畏懼俄羅斯的程度 所以美國對台灣遇到問題的時候 美國的介入程度 會比他介入烏克蘭還少 還少啊 對 所以基本上 在馬英九跟蘇啟的看法 認為雖然有兩條路 一條叫做鬥 就是軍事衝突 另外一條是談 但是鬥這條路 這個蘇啟認為是死路 也就是一旦鬥很快的 兩岸就統一了 台灣就被解放了 那也就是台灣的活路 只有一條就是談 可是問題要怎麼談呢 民進黨不承認 九二共識 尤其賴清德上來 他更不會認一個中國九二共識 所以根本沒有辦法談 連談的立足點都沒有 沒有辦法談 那至於國民黨呢 國民黨是非常弱勢的 他也沒有談的資格了 再加上國民黨也不敢談 因為他怕談了以後 他將來輸得更慘 對不對 他也不敢談 那國民黨只敢跟大陸談什麼 例如說大陸進台灣就輸了 產品啊 不進菠蘿了 所以國民黨來談談 釋迦菠蘿 這個跟兩岸的大局沒有大的關係 對不對 所以在蘇起的說法 台灣只剩兩條路 也三條路 還有拖 那現在拖大概不可能了 他認為不可能 對 鬥呢 台灣 沒有本錢 死路一條 你沒有能力鬥 而且爭鬥的時候 美國會自私不理 所以鬥這條路是死路 第三條就談 可是民進黨絕對不會談 對啊 國民黨也沒能力談 國民黨也沒能力談 對不對 好 所以台灣其實正處在做困仇誠 所以蘇起他們很憂心啊 他絕對等著就鬥了 等著大陸來鬥台灣了 對 所以說 目前的情況 我先談民進黨 先談到這裡 剛剛我有提到 這個 呃 馬上 11月美國要總統大選了 那到底這個中美之間的緩和 能夠拖多久 最終台海問題會不會又成為一個熱點 我們講的所謂呢 當然也算和平融合 可是如果對大陸來講 未來美國又要開始走回反華 尤其將來如果川普又回來 那 那烏克蘭戰爭也會有一天告一段落 美國反華之心沒有亡 而台灣的台獨也繼續 那這樣下去的話 大陸是不是還是要面對到 除非大陸不同了 否則大陸還是會有壓力 而且看情況 對方 川普回國打贏大選的可能性 不小 而川普回來之後 川普一定會在中美之間製造了很多問題 對啊 而這時候台灣牌又成為川普要去運作的 重要的牌 所以中美之間經過了現在這段時間的緩和期 接著到了川普上來之後 一定再起波蘭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時間壓力很大 所以我也很急 但是我以前不能夠講這麼白 現在選完了對不對 我可以講的白一點了 我知道情況很急 我們要趕在川普上來之前 我們希望能夠塑造一個 兩岸可以融合發展的環境 否則川普一上來 中美關係勢必再度緊張化 就跟剛才秉聰說的一樣 但是我們自己先把我們的融合發展的環境做好